如果你有一把吉他 不管他长成什么样 只要你会扫量下 姑娘一定会很喜欢 怎么样这一段弹起来让你觉得 哇扫气十足的样子 今天其实给大家主要介绍的是一把吉他 那相信这把吉他呢 你看起来会非常的奇特 很多人会把它称为扫把琴 为什么这扫地森不就长这样吗 也就是带来这把吉他 你可能在日本或者香港这种条件非常可可的 你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因为他确实非常的小 第二呢他特别适合你去旅行 我们常见的小马亭小谈 还是在物理空间上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 他这么小便携非常好 但是像这么小的物理空间呢 他的声音的低频肯定是牵绝的 我们在平常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低频的相对大的型 也小一点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道理 你一个50匹马力的这个车 你去想跟500匹马力的车去对标 那完全不是一档子 但是呢他小就是他的特点 那么平常如果你喜欢便携 喜欢经常拍视频 喜欢一些创作 希望带的这个东西越小越好呢 而且你希望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吉他的感觉 那他是非常合适的 介绍一下他的配置 他的面板呢 采用的是CITICA CITICA的云山单板 这个琴的有效显长也比较短 只有600毫米 多了一点大概606毫米左右 上显尖的宽动大概在43毫米左右 那么他的背侧板呢 采用的是我们人见人爱的Mahogny 桃花西木 那么这时候你会说 这个黑布里斯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给你固定在腿上的一个东西 当你搁置在这儿手架在这儿 平衡感 刚好可以一个演奏的一个比较舒适 如果没这个东西 可能你背带背在上面比较合适 那么怎么打开呢 我们把这个上面固定的这个橡皮筋打开 下面呢 我们可以从正面把它这样打开以后 那这个东西你是可以拿掉的 那么一旦拿掉以后 这个琴的样子 但是这个时候再搁置在腿上 你会发现太低了 琴头容易下坠 背背带刚好合适 所以说这个今天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玩的 来自韩国的哥菲木的 扫把琴 勾琴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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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